有一天去洗澡 因為我的左胸是有一塊硬塊 手術後就要化療、電療和食可以無藥 所謂喜功就是用氣去慢慢調適自己 放鬆心情和作息時的呼吸 慢慢緩和 其實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沒有想過他會贏我 拉開,兩兩扇打開 八段針其實是氣功 其實是很簡單的動作 是上下對拉,左右對稱 以及用一個很溫和的態度去學習 以及在呼吸上慢慢去做一件事 坐下馬,然後左右拉弓 沒有確診之前是天分地暗做事 患了癌症之後就開始感覺到 自己應該是慢慢停下來 學習了八段針後 令到自己的心情上是緩和了 從頭到尾都沒有很害怕 因為可能我個人本身 不是太恐懼這件事 我覺得既然你來得找我 我都要去面對 打不打的時候贏那場仗 都是去自己的 原本是想著原位癌 一期是很簡單的 只是手術就可以了 但到最後查到 臨包也有事 就要花療、電療和吃開芋藥 做了手術之後 基本上身體的根件 其實是一般的了 現在這件事就是骨痛 令到你的骨的關節很痛 其實我遞起的時候 有一些動作 其實我是忍住痛楚的 因為你要幫它 舒緩了痛楚 其實是更加要多一點運動 自從你學了八段針後 你的氣血會走得好一點 多了不同的伸展 油筋 就會令到你的呼吸會好一點 我在響經音會學這個課程 而得到老師很大的鼓勵 我覺得自己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希望回饋幾個妹 能夠做一個導師 可以幫到同路人 眼睛看著我們的食指、蠟掌 沒錯 做得很好 因為當你是一個同路人 做一個導師的時候 其實你說出來的東西 同學會帶點信心去參與 老師都是跟我們一樣 為什麼老師都能做得好 我們都可以的 因為有時有些同學 因為患病的時候 他的心情其實是沒有那麼好的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人了解我 練習當中都是給他們一個信息 無論你做成怎樣都好 你是開開心心 能夠舒展到就已經OK了 就算你那天不太舒服 如果你能夠出門口 你都過來上課 可以坐在旁邊 感受大家那些開心的氣氛 其實最重要是 你有一個樂觀的態度去面對一件事 最大的原因是家人 你有家人在旁邊 你搞不定的 你失去了他們 所以就是要做得好些 還有我本身自己都是不會認輸的人 其實他們不知道會不會認輸的人 其實他們不知道會不會認輸的人 他們當時很小 三歲而已 現在就知道一些不知道一些 很多時候他們就會抱著你 媽媽你是不是很辛苦啊 我不會氣你了 有時他們這些模型的 突然抱著你 突然無端端就拿一部iPad 自己去按八段感 我先灑一下 按我的東西出來 我看著灑一下 這是一個模型的古墓 我覺得兒子都這麼乖 這麼主動性 做媽媽的都應該做得好些 我最初患病的時候 有一個同步人的分享 他說為何我能夠堅持 他說因為他也是一個小朋友 他小朋友應該是大一點的 當時他就說 我要飲新泡茶 他說了這句話 所以他的抗癌無上做得很好 我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說咦 是呀 我也要飲新泡茶 我要飲兩杯 這是一個無形的鼓勵 令到我一直堅持做得好些 有些同路者就算要吃著藥 都有機會犯法 很難說的 積極去面對 放鬆心情 其實態度是改變一切 如果你覺得他不好的話 他就會不好 但如果你覺得他好的 還有一線生機的時候 就會一線生機 也有一個正確的